我身后这个是一亩园公园的扇面湖 今天咱们来这打个卡 顺便拍点照片 拍点视频素材 这是一亩园公园 这个位置在西苑桥的旁边 熟悉这的人可能知道 这以前有一个西苑早市 我们都叫西苑早市 卖菜的 卖万七八糟东西的 可热闹了 后来被腾退了 腾退以后 这个地儿一直就空着 直到现在市政 把它变成了一个一亩园公园了 那我还挺好的 我今天到这看看 转转拍点照片 拍点视频 今天这天特别好 昨天刮狂蜂来的 把周边的好多树全都给挂倒了 现在你看天多好 湖边种了好多小花 小生命我也不知道 但是拍了给你们看一下 还有好多小鸟 蝴蝶 这个环境真是特别的不错 好多人今天在这拍照打卡 看那岸边上 全是小花啊 真好看 蝴蝶真多 花多的地方有召蝴蝶 太好看了 这湖中间还有水鸟 刚才我看了 有两只大的水鸟飞起来 现在还有一个在湖中间 可能我这个相机的焦段不够 可能过不着它 再往前走走看看吧 今儿这天可是不棒啊 看那个水 看那个湖面上的水都是蓝色的 天空也是蓝色的 真地道啊 这个湖面的水啊 真好看 太漂亮了 这湖的这个北边的墙 这墙里头就是圆明园啊 圆明园遗址公园 这个湖等于是这个 就在这个圆明园公园的 这个南边一点啊 一墙之鸽 你看它这个水 都是蓝色的 这是怎么做到的 这还有一大片这个荷花 挺好看的 这个湖面走完了啊 它那个里头那应该还还有一片呢 咱们再过去看看 看这小会儿 它这里的那个绿花弄得是真不错 看这边 看这边 太漂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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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边还有好大一片 咱们走回去看看 看这 这一片 都是 好大呀 这块叫 遇到湿泳 太好看了 大哥这什么时候开的呀 三月份是吧 这里还挺不错的 人也少 今天也挺好看的 看这大片的绿地 不过不能踩啊 只能看看 太漂亮了 从这个颐和园路那儿路过的时候吧 你只能看见那个扇子湖 可能你觉得这块没多大 但是你走进来以后啊 发现那个往北边啊 这一片挺大的 看 多大这一片 那边那墙 里头就是圆明园公园 好多阿姨们在这拍照呀 真惬意 好 嘿嘿 你先看帮吧 有这么多的 是 对 帮主 在这儿 什么 遇见 海 这还有河 这个河可能就是通向公园门口的扇子壶的 这会儿多云了 这个云再把这个太阳给遮住了 不像刚才那么晒了 在这里边转了有一个多小时了 也差不多该走了 一亩公园的这个绿化做得是特别好 各种花各种绿地特别的多 只可惜这个绿地它不是草坪也不能采 两岸柳梢峰 中间是这个小河 两边是柳树 真的不错 那是一个庙 咱们过去看看 这个河边这个水也是也是绿色 真好看 那是个桥 桥里边有个庙 咱们过去看看 这是一个小庙 不知道什么庙 又不小 可不小这个庙 转往前看看 转过来了 原来是一亩园的娘娘庙 一亩园娘娘庙 具体是哪个娘娘我就不知道了 据我所知这个所有的娘娘都不好惹 所以咱们到这来一定要毕恭毕敬 一定要这个尊敬 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是一口水井 看 应该是有这个 有这个 这个这个历史价值了 我身后的这个就是扇子湖 圆明园那个大宫门前面的扇子湖 形状是一个扇子面的 这个角度可能看不太清楚 只有从高处往低处看 才能看清楚是个扇子面 这可能看不太清楚 行都准备走了 包给子咱们马上没有电了 感谢收看啊 咱们回见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